白宫今天宣布 欧巴马总统将在本月底参加 七大工业国集团会议的行程中 将到日本广岛市进行访问 这将是首位访问 曾经遭到美军原子弹轰炸城市的 现任美国总统 然而白宫已经排除了 欧巴马为轰炸道歉的可能性 美国前总统卡特 曾经于1984年访问广岛市 不过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卸任 白宫发言人厄尼斯特表示 在参加完于日本南部举行的 七国集团峰会之后 欧巴马将会在日向安倍晋三的陪同下 在5月27日进行具有 深刻象征意义的访问 白宫形容欧巴马此行凸显 美国追求一个 无核世界的和平安全承诺 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表示 欧巴马将访问广岛和平纪念公园 分享这个地点的历史意义 以及曾经在这个地方发生过的事件的想法 欧巴马2009年访问日本的时候 就表示有意要造访广岛 1945年8月6日 美军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 造成14万人丧生 三天之后 美军在长期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 不到一个星期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二次大战正式划下句点